大家好,我们在养蓝过程中可能大家会发现这个蓝花的容易出现这个枯叶的现象 那么蓝花之所以会枯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应该如何预防和解决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正常的退炒 比如蓝花刚刚上盆就容易出现退炒的现象 或者是呢养护很长一段时间一些老叶了也会出现退炒 那么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避免它退炒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在上盆之后可以增强一下植株的抗性 那么它就不容易出现退炒的现象了 如何增强它的抗性呢 我们可以上盆之后呢给它适当的在叶面上喷湿一点这个EM菌原路 这个EM菌原路可以补充大量的微生物和有益活菌 而且还可以有效增强叶片的抗性增强它的光合作用 那么这样的叶片就不容易退炒了 那么就是第一个情况 那么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你的这个蓝花呀感染的凉腹也是静腹和软腹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其实我们只能够以预防为主 怎么预防呢 平时除了保证环境的通风透气之外呢 定期的杀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杀菌我们除了杀真菌之外呢 还有杀细菌才行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将一些细菌性和真菌性的杀菌要来交替使用 那么真菌性的话呢 有代神猛心或者是多菌磷都可以 那么细菌性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上这个春能酶素这一类的杀菌剂 当然农用链酶素也可以 但是呢现在是不准购买的 所以呢就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呀其实就是因为缺水了 长期没有给南花浇水 导致南花的叶片消耗之后呢 就会出现一个枯叶的现象 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平时只要正常的浇水 它就不容易出现枯叶的现象了 所以南花之所以会出现枯叶 主要就是这三个原因 那么养护的过程中的话呢 大家及时的做好这些预防措施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